哈囉大家好 我是米六 不知道大家穿健身褲或瑜伽褲的時候 會不會很在意內褲的痕跡 我呢 對於內褲的痕跡實在是不一樣的 它會讓我在運動的時候一直分心 所以今天我就要來實測 7種不同材質跟款式的內褲 看他們到底適不適合穿去健身吧 我真的很想知道大家在健身的時候 都習慣穿什麼樣的內褲 拜託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今天我會用Lululemon Align Pants做測試 因為這件褲子的布料是大家公認非常的輕薄 所以這種褲子最容易露出內褲痕了 如果穿上Align都不會有痕跡的話 那這件內褲就是絕對安全的喔 差不多說要馬上進行我們今天的測試吧 GO 第一種要測試的是棉質三角褲 這種內褲很多人喜歡在平常的時候穿 它應該完全不適合緊身褲吧 因為這種棉質布料其實它稍微是厚一點的 所以在這三邊的車縫邊也特別的厚 它一定有痕跡的啦 但是我們還是來看一下它會有多明顯吧 這個內褲前面的那個小伏地也太凸太明顯了吧 感覺好像素額肚臍凸出來喔 背面這個車縫線真的不行太厚了 無法忽視的明顯 而且我發現鬆緊帶 只要穿鬆緊帶內褲再穿上緊身褲的話 感覺都會把屁股分成好幾個區塊 所以真的不建議穿這種棉質的三角褲耶 第二種是棉質丁字褲 這種布料還蠻薄的 雖然我覺得丁字褲對一場內褲痕其實還蠻在行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車縫邊有一定的厚度在耶 沒關係我們來看看吧 嗯這個車線的確還是太凸了 你看在側邊的這個車線都非常的明顯 但是布紋倒是印不太出來 我們看一下背面 背面稍微比正面好一點我覺得 因為丁字褲它主要因為它布料少 而且它中間那個布料是陷在你的屁股縫中間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 只是上方你看腰帶那個地方 它的車線還是蠻凸的 第三種是蕾絲三角褲 不知道有沒有人習慣穿蕾絲布料去運動的 因為一般蕾絲布面的會比較怕印出痕跡 可是如果像這種摸起來比較平的感覺 比較有機會低空飛過 我們馬上來看看吧 這個車縫線都看得很明顯 而且好像真的稍微看得到蕾絲的花紋耶 側邊的車縫處也超級明顯的 不行啦 這樣看起來感覺好像 好像有橘皮的樣子 雖然說橘皮也是蠻正常 但是人總是會想要展現最 最美好的一面 這個內褲的車縫線 蕾絲邊真的不行不行 第四件是蕾絲丁字褲 這種一整件都是蕾絲布很性感的丁字褲 就是你可能去健身的時候 很怕在健康又要堅安 然後一進入紅水拱獸一樣發生的時候 你都不死去 它這件比上一件小很多 我不知道布料比較少能不能夠蒙混過關 但是我注意到它的這個車邊有多車的一個花邊 感覺好像不是很樂觀 我們實際來測試看看吧 哇這個花邊一顆一顆的 布面也明顯看得到花紋喔 背面的這個紋路還可以 但是這個花邊真的太粗了 感覺比綿紫的還要更明顯 好像也是很妥當 第五種是蕾絲無痕金字褲 這種一樣是整件都是蕾絲花布 然後因為它是無痕布 所以它三邊都沒有收編 再加上這種無痕褲它的積合方式 它是用熱處理把兩片布黏在一起 就連底部的地方也都是喔 所以應該無痕的機率蠻高的 我們來看看吧 看得出來有花紋耶 因為我們今天選的這個布真的很薄又很貼身 而且接縫處也很明顯喔 即使是熱處理的 我覺得還是沒有非常的隱形 背面稍微好一點 但是它有一些邊邊角角都還是看得到 我以為這件還可以耶 但是好像也還是不行 第六種是素面的無痕三角褲 這樣的無痕褲其實有些布料還是蠻厚的 但是這一款就很薄 然後因為無痕褲它都不用收編 這一款它的接縫處呢 它是用車頭然後是在後面 就我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這樣的無痕褲都還蠻容易輕鬆過關的 馬上來試看看吧 可以耶這個正面 完全看不到內褲痕跡 接合處因為這一款它幾乎是在後面 所以側邊也很完美 看看後面 感覺還是稍微看得到三角褲 這屁股上這兩條邊邊 但是不是特別的明顯 因為我們今天內褲真的很薄很貼身 今天要實測的最後種內褲就是素面無痕地字褲 這一款的布料非常薄非常的柔軟 一樣都沒有收編 然後它的車縫處跟上一件不太一樣 它是車在腰的兩側 我們馬上就來看看這兩條車的紅線會不會露餡吧 完全沒有車線 側邊也看不出來 背面完全就是一個光滑的屁屁 無痕丁字褲真的太優秀了 一點痕跡都沒有耶 所以今天實測結果勝出的就是 素面無痕丁字褲 丁字褲不露痕寫的比例比較高 尤其是在背面 再加上是素面無痕 所以即使穿上很薄貼身的健身褲 都還是可以完全不露內褲痕哦 但是要特別提醒大家 在挑選無痕丁字褲的時候 要記得挑選薄一點的布料 然後最好接回車線是在後面哦 這樣就可以大大減少露出尷尬內褲痕的機會哦 好結束了 希望今天的影片能讓你在挑選運動時候穿的內褲 有更清楚的idea 什麼樣款式跟材質的內褲 才不會露出內褲痕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頻道上還有更多健身相關的影片 歡迎從這邊點進去看哦 我們下次見 掰掰